欸 這好好吃喔 而且把它剝開來的時候啊 讓它吃那種的感覺 嗨 大家 我是波妞 今天又要來開箱全年的超速美食系列啦 已經是第三集囉 那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可以訂閱追蹤 這樣子就不會錯過我最新的消息囉 那我們就趕快來吃吧 第一個要來開箱的是 義美的油蔥肉燥拌麵 這個的話 它是冷凍的 然後一盒裡面有三包 -三包喔 這麼多喔? 拍它很多 -七八十吧 如果三入的話 -一百啦 喔 一百 它差不多就是外面賣一碗肉燥乾麵的價錢 不過現在很多物價上漲 所以一碗半麵差不多肉燥麵都要可能三四十塊以上 -那它的平均下來是? 差不多三十三 它的話就是一份大概是這樣子的大小 然後肉燥還滿香的 而且它很特別的是什麼 麵體是拉麵 -喔! 對 它的麵體其實算滿細的 然後光看這樣子有沒有 就是 其實算是滿Q彈的 吃看看 好香的肉燥喔 -嗯! 它不會太鹹 然後它的那個肉燥的那個油蔥 帶有一點點油蔥的香味 所以還滿不錯的 重點是它麵體很Q -嗯! 對不對? 對 是不是跟一般我們吃到的那種外面賣的那種黃麵啊 或者是一般的那種麵條 白麵條 意麵 來講 它相對上酒也比較不會爛的那種 -它感覺有點台日結合 -嗯! 日本的拉麵配上台式的肉燥 對 就是日本的拉麵的那種Q彈的那種麵的感覺 然後配上台式的肉燥 -我覺得很好吃欸 嗯! 而且它料理很方便 -而且泡麵也差不多二三十塊 它也三十塊 -對啊! 這樣子我覺得吃這個好像健康很多欸 -對啊! 對啊! 那這一道的推薦購買指數會是 -必買喔! 它還有另外一個口味是香蒜 -你叫嗎? 賽道! 媽咪廚房的鐵板燒蘑菇醬口味 它也有黑胡椒的口味 那它就是微波加熱或是你要用一般的 就是油鍋拌炒都可以 那我們是選擇最簡單的 微波一下就可以了 外面早餐店現在賣這種 -鐵板麵四五十吧 甚至到五六十都有了 嗯 然後價格單甚至有七八十塊的 -等於是我店的都可能都七八十了 -嗯! 它蘑菇香其實滿香的 -以微波來說 我覺得這樣的口感很不錯欸 -真的喔? 嗯 -跟外面早餐店有差嗎? -我覺得沒有什麼差別 -欸真的欸 這個太划算了吧 欸這個可以買個好幾包當早餐吃或當午餐吃欸 所以如果我早點知道的話 我的學生時期會過得多愜意啊 -你可以加個番茄醬嗎? -對啊! 可以加個番茄醬 然後自己如果蛋價比較便宜的話可以加個蛋 -划算欸 加個蛋就跟外面一樣嗎? -對啊 加個蛋跟外面完全一模一樣 而且它的醬料味我覺得是很夠 -因為我們就真的就是醬料包跟麵條下去做微波 -就這樣 我們也沒有炒 -二次包跟麵條 超簡單 -三十六 -喔 差太多了吧 -外面可能要買到快兩倍的價錢 -來 這個就可以吃早餐的鐵板麵了 -對 早餐午餐都可以吃 我覺得很讚 -而且份量也滿大的 -嗯 就是正常的份量啦 一碗麵差不多 -那這一道我推薦購買的主術是 主術是 -必買 哈哈哈哈 -下一道 日式燒炒麵 -噔噔 這個我想買很久了 -這看起來還滿厲害的 就是那種日式炒麵 -每次去夜市或者外面點餐日式炒麵 -動不動就一百七條 -真的 對不對 -這個山路才一百三十九 -喔 一份比三份 對 可是它裡面就很簡單啦 它就是只有麵條 然後跟醬汁醬汁 就沒有其他的東西 那我們自己是有加了高麗菜絲 就加那麼一點點的高麗菜絲而已 -如果想要比較像一點 可以再加一點美乃滋跟蛋 -對 就會更像 -還有海苔粉是不是 -對對對 海苔絲啊 海苔粉都可以 -柴魚片啊等等 對 芝麻啊 什麼的 -不過它的醬汁聞起來很香 -對 -嗯 嗯 -有喔 有日式炒麵那麼鹹喔 -真的 -嗯 -不過我覺得我們應該少了一味 -我們沒有加美乃滋下去了 -所以日式炒麵會有種甜鹹甜鹹的感覺 -我覺得它日式炒麵的那個 -醬汁的味道是有日式的料理的感覺 -可是少了一個甜甜的味道 -對 如果要吃到低一點的話 -自己要加一點美乃滋啊 -不過它也是不會不好吃啦 -但是它就是偏重口味一點 -對 就是這種醬油味偏重 -對 就是它的醬油味 -其實如果你只炒它的麵跟它的醬的話 -那可能就會有點太鹹 -嗯 -所以建議還是加一點就是青菜類啊 -紅蘿蔔絲啊 -然後這種就是高麗菜絲 -然後自己再加一個美乃滋稍微調個料 -會更好吃啦 -不過它也不貴啦 -外面賣也真的太貴了 -我覺得買這樣一包自己煮一煮 -真的是簡單又方便 -沒錯 那這道的推薦購買指數 -合買 下一道 -Pasta帕馬奶香培根的義大利麵 -這個也是媽咪廚房的 -欸 媽咪廚房好像很厲害欸 -嗯 -鐵板麵剛剛也是媽咪廚房的 -真的喔 -對 -這個其實我們已經回購好幾次了啦 -它還有番茄肉醬的口味 -然後這個是帕馬奶香培根的口味 -我們都是當晚餐啊 當宵夜啊 -一樣整包連菜都不用拆 -就是像我這樣子 -放個盤子去微波 -倒出來 -嘿 上菜啦 -今晚的義大利麵 -這還什麼 -哈哈哈 -它一樣奶香味很濃 -然後它有這個培根 -這邊 -有沒有 很明顯可以看到 -它有一些小碎的培根肉在裡面 -以義大利麵來說的話 -我覺得其實外面啊 -很多賣差不多130 140 -也跟這個吃起來是沒有什麼量 -對啊對啊 -這個多少 -這個49 -49塊 -一個50塊銅板都不用 -對 跟200塊的一樣 -真的 -那這個很棒的是 -有時候外面你吃到的 -它的麵條跟醬感會很分離 -可是這個它是很融合 -很mix在一起的 -所以你吃到的每一根麵條 -其實都有充分的融入它那個醬料了 -哦 很好吃耶 -這個真的很讚 -這個真的很推 -而且它的麵條我很喜歡 -就是一咬就斷 -嗯嗯嗯嗯 Q彈Q彈 然後一咬就斷 -不會爛掉 -微波太久 放久也不太爛掉 -那這一道的推薦購買指數是 -當然是必買囉 -下一個 -愛麵族的集湯到日式豚骨拉麵 -欸這看起來很厲害耶 -對啊 包裝看起來很厲害 -對啊 而且它兩路才85塊耶 -這是什麼樣的價錢啊 -超扯的 -一碗拉麵竟然不需要50塊 -而且它這個煮起來啊 -跟以前我們開箱那種 那種比較便宜的那種拉麵 -長得完全不太一樣 -而且它的湯看起來很濃郁 -我覺得對 它的湯頭 -豚骨湯頭好奶白喔 -對 看起來很像那種 我們之前開的那種100多塊的拉麵 -對 它的顏色跟它的香氣聞起來 -我覺得都滿讚的 -就是看起來真的是有外面賣那種100多塊的拉麵 -對 它只差肉而已啦 -對 它甚至連玉米啊 -然後都還有給你一些小海帶啊這樣子 -對啊 -就是做得很棒 -嗯 五十塊的價錢 五十塊的拉麵 -比拉麵的濃郁跟鹹的程度來說 -它是清淡系的 -就是它那個豚骨湯喝起來還滿不錯的 -對 它豚骨湯有帶一點焦香味 -嗯 -有一點點焦香味 -你確定不是你煮燒焦了 -不是啦 -它有一點焦的焦香味道 -喔 不是那個煮到鍋底有點燒味道這樣子 -我覺得這幾款麵都讓我覺得好驚豔喔 -麵的表現也是很不錯 -拉麵體系 軟嫩 帶有一點點舒彩 -而且我很喜歡它裡面的小玉米 -它裡面的小玉米雖然沒有很多 -可是它裡面的小玉米也有吃到 -就是你口感上會多了一個層次之外啊 -你還會覺得它那個玉米是甜的 -它不是那種就是很乾燥玉米 -然後吃起來就是一粒硬硬的 -像泡麵有時候有沒有 -加玉米吃起來就會很硬 -那這道的推薦購買指數是 -必買 下一道 -這個是黑糖小饅頭 -它裡面的話這樣一袋一包裡面有15個 -它現在是因為活動檔期 -然後有買一送一的優惠 -它裡面的話小饅頭就是長這樣子一個的大小 -還滿可愛的 就是這樣 -嘿 跟我手掌對比一下 -就這樣喔 -黑糖 喔 黑糖很香耶 -哇 好濃郁的黑糖味 -它現在是99兩包 -所以還滿划算的 -欸 這樣那麼小一個我很可以耶 -小點心 -麻衣送一的話很划算喔 -嗯 麻衣送一檔期好像只到5月初而已 -大家可以看一下全年的DM -或者是看我底下說明的資訊欄 我再打上去 -而且很大一包耶 -它裡面就是長這樣 -小小的 然後一個一個的 重點是它的饅頭蒸了 然後我們放涼了一下下 -它其實還是算是滿Q的 -對 它沒有 -就是沒有爛爛的 然後或者是皺掉這樣子 -然後它的黑糖味又是滿香濃的 -不管是聞起來還是吃起來 -嗯 其實味道都很不錯 -黑糖味真的是滿濃郁的 -那這一道的推薦夠買幾乎是不是 -當然是必買囉 -啊記得特價的時候才買喔 -對 -期待的 甜家千層拉筆 三新鮮蔥的蔥油筆 -這看起來是滿厲害的喔 -這樣一盒其實 它也是買一送一 -然後是全聯的卡友 -然後扣10元的那個點數 -然後可以買一送一 -哦 -147兩盒 -我以為它的 -因為它裡面寫這樣一盒是四入嘛 -我以為它一片就是這樣子 -一入 -沒有 它是這樣子 -一片 -一片好厚 -對 -它其實厚度還滿夠的 -就是這樣子 有沒有 -這個厚度 -然後它大小大概是這樣 -上面有撒白芝麻 -很明顯的可以看得到它的餅裡面就是有蔥 很厲害的感覺 -那我是用氣炸烤箱去烤它 比較方便 -我光聞到味道我就愛了 -它本來就是蔥抓餅的味道啊 -對 -然後有白芝麻的味道散發出來 -而且把它撥開來的時候啊 它是那種就是 -卡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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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那種脆感的聲音啊 -超脆的 -嗯 -欸這好好吃喔 -真的喔 -嗯 -它裡面都有一點點胡椒的香味 -然後那個蔥味很明顯 -跟我們前陣子去吃宜蘭的那個蔥派的那個味道 -我覺得有點雷同 -可是它的蔥餅是屬於比較那種千層派的感覺 -你吃 -有好吃到這樣降到嗎 -因為它是千層派的感覺 -所以它那個餅皮啊 -我剛剛吸了一口進去 -不知道為什麼 -我覺得它不管是裡面的內餡 -或者是外面的餅皮 -然後一直到它的芝麻 -整個表現真的跟你去有時候去路邊 -它買到的蔥油餅的感覺是一樣的 -它吃起來很有飽足感 很厚實 -這真的是CP值超高的欸 -那這一道的推薦購買指數是 -這道的話是在優惠期間 -必買啦 -耶 -那以上就是我們這一集的全聯超俗美食啦 -已經第三集囉 -完全沒有泡麵的開箱 -還可以餐餐這麼便宜 -記得喜歡我的話 -要幫我多多按讚留言和分享哦 -掰掰